隨著阿里桑那州選舉審計的持續深入 也有很多疑點被揭露 瑪利科帕縣審計人員被迫承認 選舉期間投票機沒有管理員帳號的密碼 這樣說明當時對選舉機器沒有任何控制權 川普表示支持議員斯特凡尼克取代切尼 來擔任眾議院共和黨會議主席 但之後斯特凡尼克被Twitter關閉帳戶 而同時拜登和佩洛西等民主黨人力挺共和黨三號人物撤離 佛州州長德桑蒂斯在5月6日 簽署了新投票法參議院第90號法案 他說這個立法是抑金 全國最強大的選舉誠信保護措施 拜登政府將批判性的反種族主義思想 納入全美歷史和公民教育的1619項目 南達科他州州長諾姆 簽署了一份承諾書目的是恢復外國教育 目前美國一些州開始大幅削減警隊預算 而佛州宣布要為警察發獎金 拉斯穆森報導的最新調查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收視率減半 NASA探測器飛越今星接收到詭異信號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人黃曉祥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7日 禮拜日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據《國家檔案》的報導 阿里桑那馬里科柏院的選票審計工作 也有了新進展 據《One American News》報導 隨著阿里桑那州選舉審計的持續進入 也有很多疑點被揭露 馬里科柏院被迫向審計人員承認 選舉期間投票機沒有管理員帳號的密碼 記者解釋說 如果你將它想像成你的個人電腦 很多人可以作為用戶登陸 但極少有人可以作為管理員來登陸 因此當審計人員在檢查機器的時候 他們一開始是作為用戶登陸來檢查的 隨著審計的進入 他們達到了需要管理密碼的地步 當他們向馬里科柏院申請密碼的時候 該院才承認他們沒有密碼 這樣就意味著他們在去年的大選當中 也沒有這個密碼 這樣說明了什麼呢? 說明他們對選舉的機器沒有任何控制權 川普也在5月6日發推文說 假新聞傳媒和大科技公司 和激進左翼民主黨人密切合作 在談到選舉問題的時候 正在盡一切可能延續大謊言一詞 他們是對的 這個選舉是一個大謊言 這個選舉甚至沒有得到很多州的立法批准 而且在其他地方也是腐敗的 確實是大謊言 因此當他們試圖向美國人民 兜售大謊言這個詞的時候 他們是齊心合力地這樣做的 請將它看成是我們國家歷史上最大的騙局 5月5日Facebook監督委員會再次決定 維持封禁川普帳號 之後川普發推文作出回應 說Facebook、Twitter和Google的做法 完全是美國的恥辱 美國總統的言論自由被剝奪 但真相最終將會大白於天下 同一日川普表示支持共和黨資深議員 斯特凡尼克取代切尼來擔任眾議院共和黨會議主席 而就在5月6日 斯特凡尼克被Twitter關閉帳戶 斯特凡尼克說 Twitter剛剛暫停了我的帳戶 為憲行為進一步擴大 壓制我們的聲音和言論自由 共和黨人團結起來反擊大科技公司的暴政 幾百萬美國人不會被壓制 隨後Twitter發言人卡羅林·萊維特說 這是出於錯誤操作並說帳戶已經被恢復 而帳戶要24至48小時才能完全恢復 《布萊巴特新聞》5月5日報導說 斯特凡尼克在共和黨當中有很好的人脈 2020年的選舉當中 他為共和黨籌集了1,100萬的資金 眾議院共和黨黨邊斯·卡里斯 和眾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卡錫 也表示支持斯特凡尼克接替切尼的職務 來擔任眾議院共和黨會議主席 共和黨3號人物切尼 因為彈劾川普而遭到共和黨人的譴責 據《布萊巴特新聞》報導 5月5日拜登和民主黨人一起為切尼辯護 佩洛西讚揚了切尼的勇氣和愛國主義 不過他說錯了切尼的名字 眾議院民主黨人劉雲平也在Twitter上發文 表示同情切尼 而白宮新聞秘書沙奇也沒有置身事外 據表示共和黨正在花費大量血汗和眼淚 來說明他們的立場和主張 反川普的林肯項目也在同一天 發放了紫澤斯·特凡尼克的影片 自從去年5月黑命貴掀起削減警察預算的運動 美國一些州開始大幅削減警隊預算 例如紐約打算從56億美元的預算當中削減10億 洛杉磯打算從18.6億預算當中削減1.5億 佛洛伊德事件發生地明尼亞波利斯市 還決定徹底取消警察局 這樣導致很多警察打算離職 據英文大紀元報導 佛州就反其道而行 5月5日州長德桑蒂斯宣布 將會為全州的17萬4千名緊急反應人員 每人發放1千美元的一次性獎金 包括輔助醫務人員、緊急醫療技術人員 消防員和警察執法人員 鼓勵他們在大流行病期間作出的傑出貢獻 德桑蒂斯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在某些人試圖削減警察經費時 我們正在為警察提供資金 德桑蒂斯的說話得到了 站在身邊執法人員的點頭讚許 以及振振掌聲 州長還讚揚了他剛剛簽署的反暴亂法案 這個法案規定地方當局 未經州政府批准 不能隨意削減警察預算經費 佛州已經為這個獎金計劃 撥款大約2.08億美元 其中包括這個州4萬9405名警察執法人員 4萬0732名緊急醫療技術人員 35811名消防員 以及33185名輔助醫務人員 佛羅里達州首席財務官吉米 帕特羅尼斯在一份聲明中說 當中共病毒在佛州爆發時 我們的緊急反應者加班保護我們的社區 讓公眾得到需要的照顧 他們在這場全球大流行病中表現得非常出色 根據拉斯穆森報導的最新調查 有41%的選民表示他們是福克斯新聞的固定觀眾 但傾向於自由派的CNN和MSNBC就遠遠落後了 調查顯示有25%的選民表示他們是CNN的固定觀眾 而有21%的觀眾表示是MSNBC的固定觀眾 調查分析說去年選舉當中最大的輸家不是政治候選人 而是某些傳媒 自從川普一月離任以來 他們的收視率急劇下降 拉斯穆森也補充說 川普總統任職期間是CNN的收視率金礦 2017年6月的一項調查中顯示 47%的普通有線電視新聞觀眾表示 他們通常觀看CNN 相比之下福克斯新聞只有33%的收視率 而MSNBC收視率為16% 近日南達科他州州長諾武說 因為自由派在學校課程中推行了批判性種族理論 他今週簽署了一份承諾書 目的在於恢復外國教育 一個名為1776行動的組織 是反對批判性種族理論等思想 並倡導川普1776委員會的教育觀點的組織 這個委員會的宗旨是為了回歸開國緣分的教育精神 諾武在今週稍早發了推文說 教導我們的子孫仇恨他們自己的國家 並打住種族或性別的旗號 讓孩子彼此對立是可恥的 必須停止 諾武簽署的承諾書將會採取措施 恢復誠實的愛國教育 培養孩子對我們國家的深切熱愛 並教導所有孩子生來平等 在上帝我們的憲法和法律下 具有平等的道德價值 他還將禁止任何以種族或性別為由 使學生互相對立的課程 並防止學校將教育政治化 拜登政府在4月19日發布了一項草議中的新規定 蓋上了530萬美元的撥款標準 這些資金會優先資助 將批判性的反種族主義思想 納入全美歷史和公民教育的1619項目 而這個項目中試圖將大西洋奴隸貿易 作為美國建國的主要因素 而不是先附定下的個人自由和天賦人權等理念 1619項目受到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的廣泛批評 一些批評者說他試圖通過左派觀點 改寫美國歷史 很多共和黨人認為批判性種族課程 散播了分裂和仇恨 並向學生教授了反美價值觀 由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領導的 37名共和黨人寫信給教育部長卡多納 頓促將1619項目 從聯邦撥款項目當中刪除 認為這個項目歪曲了美國歷史 佛州州長德桑蒂斯在5月6日 簽署了新投票法參議院第90號法案 據稱讚這個立法是 邀金全國最強大的選舉誠信保護措施 德桑蒂斯在西中旅灘出席 福克斯新聞發布會時 在歡呼的支持者面前簽署了這個法案 他說簽署這項法案表示 在佛羅里達州你的投票很重要 你將會以誠信和透明的方式來投票 我們為所取得的進步而自豪 特桑蒂斯說 首先我們正在確保執行選民身份證明制度 其次我們也在禁止收割選票的現象 我們不會讓政治人員去拿一代代的選票 然後將他們丟到某個投票箱裡 同時這個法案也禁止大規模猶寄選票 他說不僅是結果 我們還需要知道到底誰在投票 你的登記情況是甚麼 特桑蒂斯解釋說 佛羅里達州的法律要求實時跟蹤 郵寄進來的選票 新立法的規定將會加強這一點 新法還禁止將私人資金用於與選舉有關的開支 例如去年某些大科技公司向一些城市和州提供資金 幫助他們選舉的情況 共和黨人抱怨說這筆資金更多地是針對民主黨佔優的藍州 佛羅里達州的眾議院和參議院在4月底分別以77比40 和23比17票通過了這個法案 跟之前的喬治亞州一樣 佛州是最新一個在大選後 頒布投票改革法律的傾向於共和黨的州 美國2018年發射進入太空的派黑太陽探測器 在經過金星時錄到令人震驚的無線電訊號 美國太空總署近日在YouTube公布這段錄音 從影片中可以看出派黑太陽探測器和金星之間的距離 影片一開始可以聽到探測器在太空中 逐漸接近金星大器的環境聲音 在進入金星外層大器的瞬間 開始錄製到一連串高低頻率的魔幻音樂 但在探測器脫離金星大器的瞬間 這段聲音就突然停止 美國太空總署指出 這段錄音檔是在2020年7月11日錄製的 到現在才公布在網絡上 影片中的聲音是探測器 接收到金星的自然無線電訊號 金星和地球好似 在大器的邊緣有著一層大電的氣體 稱為電離層 這些物質會發出能被儀器檢測到的無線電波 而最新的研究證實 金星的外層大器在11年來發生了令人費解的變化 可能未來能夠解開金星和地球為何如此不同的謎團 NASA表示儘管金星不適合人類居住 但研究金星有助於科學家理解地球和它之間的演化過程 究竟是甚麼原因令類似行星變得適合居住 或者是不可以居住 美國太空總署指出 2020年7月11日是柏克太陽探測器第三度飛越金星 亦是距離金星表面最近的一次 僅僅有833公里 每次飛越都是為了利用行星的引力 令探測器能夠更加靠近太陽 相關飛行任務是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應用物理實驗室負責管理 今日的報導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